由于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之后 承诺八年内要盖五万户公共住宅 加上要推动大型公办都更 为了让更多人来参与这些庞大的计划 市政府展开全国大专院校的学生 征求创意比赛 激发出更丰富的创意思维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年轻学子 在老师的带领之下 所以这次并不是学生自己提案 学生必须要有个team 然后要有个指导老师 一起来 第二个部分我就报告说 这个不只是为了净土而已 我们希望能够引发更多的公共讨论 所以因此这个地方我们也希望 在这一次的净土的同时 大规模的净土的同时 是全国的净土的同时 我们希望做以下几个 一 他们必须来现场报告 二 透过网路票选 三 他们需要更多的不同学校的debate 他们互相debate 那我们第四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做成一个长期的出版 然后跟学生讲这就是我们的未来 我们一起来创造 都发局长林周明表示 创意竞赛主题分为两组 A组是都市计划及建筑设计构想规划组 以信仪区六张黎营区为基地 B组是都市更新及社区营造构想策略组 以兰州汉斯文里整宅基地为主 我们第一阶段是对现在就学的学生以及他们的老师们 我们要大想法 大的意思就是他无限想象跟可能性 其实你毕业之后是越做越扎实 但是恐怕会有所限制因为现实的条件等 可是学生时代他就是无限大想象 我们要跟所有的学生以及带他们的老师们 就台北市这两个议题提出大想法 都发局表示 这场比赛将以网络报名收件 决选阶段也要开放全民参与投票 选出最佳人气王 详细活动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都市发展局网站查询 记者许超雄台北报导 BB宽品120每月888送1200元 还有21个高画质频道 Wi-Fi无限环境免费时间管理 快打电话找BB